這個頻道你訂閱了沒有 趕快訂閱喔 女人我知道YouTube 對 我今天要放大我的美 我的美 因為 我是真的覺得妳很正 可是每一次還都亂弄 那妳覺得我今天有沒有 好好的弄 沒有 今天有特別放大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我最美的地方 是頭髮 還好 會打槍 有一次老師妳幫她弄那樣 這樣...有沒有 好美喔 我真的 我頭髮真的 妳去把它燙捲嗎 我頭髮嗎 妳是唯一一個我真的認為 燙捲會很好看的 她說她還燙直 可是因為我褲子耶 妳幹嘛燙直 因為我裡面有自然捲 妳錯了 沒有 老師上次把妳用一個 大波浪說超美 超美的 對 到我上那個 我就不喜歡捲髮 我就喜歡直髮 妳頭髮就是要蓬要縮 妳直髮不對 因為妳一直啊 因為妳這邊已經很少了 妳一直 然後妳又綁這樣 妳就整個很... 我不會就脫 因為我就是想說怕人家覺得 我是媽媽了 所以我都很喜歡 有一點少女感 所以就要這樣子 因為妳的臉就不少女啊 妳為什麼一定要讓自己 對啊 妳妖艷很整 真的嗎 妳就妖艷型 真的 小欣小天的聲音 可是我怕妖艷就會有那種 妳的聲音為什麼變這樣 她想要用假音假話 就會變出人形 我怕妖艷就會 比較封城啊 封城啊 算了 還是妳去練韓拳 對啊 我會建議妳這邊啊 留一點留一點 蓋下來 對 妳不要綁那麼光 然後呢 因為妳剛剛這麼光對不對 所以妳這邊整個很放 對 那我會建議妳把這邊 前面妳剪一點點層次嘛 有這麼難嗎 然後這樣把它變 有一點點不要那麼放 這邊就有 對 這邊就有 妳這樣才好多 對啊 然後最好媽媽多偉大 真的 最好就是鋸齒狀的 好 然後這樣就不會 那一條線這麼清楚 是 因為妳剛剛有一點太清楚 對 這樣好正喔 我都沒想過耶 這樣才真的是少年感 然後 對 它剛剛是兩戳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是三戳 三戳 那一樣是很簡單的 我把它分兩戳 這樣方方的中間 我分一戳起來 好 然後一樣是兩戳 然後只要這樣轉就好了 兩戳轉 往後轉 這樣很簡單 最簡單的 對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妳可以 家裡沒人 沒有在家妳可以夾子 沒有人幫妳拿著 去一夾 沒有 妳就是這樣 用這個夾子這樣子 先固定 對 讓它卡著 不然它彈回來 白綁了 對 因為三骨說實在的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 怎麼 有時候是比較難一點 那要很緊嗎 它滿適合緊的 說實在的 什麼 什麼人適合緊 妳啊 那怎麼樣才適合鬆 像佩傑 對耶 我好像老師 每次弄的髮型都是鬆的 都是蓬鬆的 對 這一個 這個就要高一點 正中間 對 因為其實要分三 三區的原因 是因為不要讓它的頭 跟整個髮型起來 是變方的 喔 我剛剛是方的嗎 是 有一點 這樣 因為兩骨大家都會 比較簡單一點 對 這樣是不是三骨好了 對 它剛剛是中間一條線 對 這樣方過來 我現在把它去掉 中間這一撮 妳可以先不用理它 又綁好了 它鬆掉就鬆掉 就不用去理它 這兩撮 可以把它 再交叉 再交叉 對 看似很複雜 但其實就是一直轉 好 目前很簡單 對 同一個概念 對 就是轉 這一撮 中間 如果妳要中間 是比較扁的 這樣子的 比較貼的 妳就放下面 有沒有 這是比較扁的 如果妳要它比較膨的 就把它放到上面 它有一點像是 謝金燕姐姐之前幫的 那種辮子的概念 只是我把它簡化版 因為姊姊是山谷邊 貼在頭皮上面 對 那如果妳是想要它膨一點 妳就把它拉出來 好的 然後一樣 加在一起 都很簡單 山谷邊其實 邊不好 會很像 巴黎島 Cuda Beach 其他邊有沒有 很喜歡幫妳綁成這樣 然後去拉一下 好 然後因為它後面還滿扁的 所以我就會把它放在 它的後腦勺 好 其實下次依林老師可以做 幫小女生綁頭髮 因為現在很多媽媽 都遇到那個女兒要上課的時候 綁頭髮都好傷腦筋 對 小朋友 邊邊這裡 就是要有一點點 上紅捲 它要往內捲 這角度好美 然後 真的啦 變棒 來啦 我說半年就要燙一次離子燙 妳應該不是很捲的那一種 可是妳燙完之後 妳如果覺得把量變少 它不是燙完會更少 因為我頭髮很多 還好耶 所以我 老師說還好 我現在把量沒有你想像那麼多 對啊 大家都很誤會自己 對 對 大家對自己等 可能是自然捲的時候 就覺得好毛毛 對 然後就因為是毛不是多 對不對 妳看妳一邊直的 一邊捲的 對啊 就有差 好浪漫喔 而且因為妳的臉是瘦瘦的 頭髮太貼 又覺得妳的臉 顯得放大 很可憐 更沒有筋 很可憐 對 這樣 而且現在就是流行這種毛毛的頭髮 對啊 反而不流行那種亮亮的 人家還要燙毛毛的 妳這樣子捲好仙女喔 對啊 對啊 一直不接受 我也沒辦法 耳根一直硬 所以老師我如果要燙捲 是要燙什麼捲子 不想理妳 不要浪費我的感情 真的 就燙這個捲啊 頭髮妳真的 好漂亮喔 對 她就是公主 妳根本就是公主啊 真的 妳看 因為她這樣啊 又年輕又漂亮 很好看 很夢幻耶 好看喔 而且臉超小 它本來是很寬 然後很光嘛 對 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 留一些些鬚鬚下來 然後呢 妳要注意就是這裡 比如說妳 對 鬚鬚的時候 對 鬚鬚這個地方 根部 要有一個彎度 不可以太貼對不對 對 不要太貼 然後這樣子 它就會有個朦朧眉 然後再來它上呢 它也是它的下擺 它的這個下擺 我只有上尾巴 很簡單 然後我上面才上到上 然後這樣子才會是整個 重點是 如果妳是像我 幫它用這樣的 然後尾巴是留著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尾巴也幫它上 剩下的尾巴 我也有上一點彎 那如果妳自己 其實可以先把尾巴的彎度 上起來 再來轉 然後綁起來會比較好看 就一個彎度 那因為其實它不是臉型不好看 而是它兩側的 這一個地方太光了 所以當它這樣子的時候 它的臉型就沒有那麼美 對 那其實它這樣子的方式 又可以解決它 感覺這裡頭髮很少 然後又可以解決 我真的覺得它指法 沒有那麼優 沒有那麼好看 這樣多正啊 而且比較溫柔 可以考慮看看 威玲 你就不要耳朵硬了啦 全髮才是你的本命啊 你看看 根本仙女下凡超真的呀 為了